我们有两集节目探讨塑料回收对十个行业的影响 今天先看五个行业的实例 一 包装 包装行业使用塑料回收技术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单位产出的材料和能源 它确保塑料的循环经济并减少废物的产生 包装公司正在投资焦点 激光石刻水溶性薄膜和可食用涂层 以使他们的产品更加适合回收利用 公司还利用回收塑料来制造容器袋子和薄膜 这些产品与原生塑料制成的产品一样耐用且实用 随着消费者要求更可持续 的产品和法规变得更加严格 包装行业内的塑料回收继续增长 Shaking Wrap提供再生塑料包装 美国初创公司Shaking Wrap用回收塑料 生产可重复使用的礼品包装材料和袋子 该初创公司使用柔软而有弹性的面料 来制作基于日本风吕夫设计的礼品包装 该面料由回收塑料瓶编织而成 耐用防水且易于包裹 该包装有多种设计和尺寸并支持各种用力 例如包装饮料瓶并将其用作手提袋 此外包装可清洗和重复使用 减少浪费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 制造 将再生塑料整合到制造工作流程中可以减少浪费 节省资源并提高运营可持续性 制造企业正在采用机械和化学塑料回收技术 再生塑料取代了原始材料 并支持3D打印或住宿成型工作流程 此类解决方案减少了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将回收塑料纳入制造过程还可以将塑料 废物从垃圾填埋厂或焚烧厂中转移出来 此外回收塑料减少了原生塑料 生产过程中对能源密集型工艺的需求 从而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Preinterior推进可持续3D打印 Preinterior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初创公司 使用再生塑料生产用于小规模 和大幅面3D打印的3D打印机耗材 该初创公司的回收具对本二甲酸以二纯指 Repag长丝是3D打印应用的最佳选择 它具有本乙烯的强度和耐用性以及聚乳酸 PLA的延展性Preinterior从塑料瓶和食品 容器等工业废物流中获取废塑料 该初创公司还添加了以二纯 以消除打印时材料的结晶 Preinterior帮助制造品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同时节省制造成本和时间 3.食品及饮料 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公司正在部署塑料回收技术 以减少塑料废物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再生塑料可用于瓶子托盘和容器等食品包装 品牌通常用回收的高密度聚乙烯 ADP生产这些产品再生 ADP具有食品安全性 因此适合用于食品包装应用 此外餐馆使用再生塑料制作 餐具和吸管等可持续餐具 这些餐具和吸管越来越受到 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的欢迎 在餐厅产品中使用再生塑料可以提升品牌的环保形象 并吸引更多顾客 Zenter生产再生塑料饮料瓶 美国初创公司Zen.luair生产回收的海洋塑料瓶来生产碱性水 该初创公司从危险的沿海环境中采购塑料 防止废物到达并污染海洋 此外它使用海洋塑料而不是海洋回收塑料 因为暴露在阳光和盐分下会降解塑料 Zen.luair确保瓶子瓶盖和标签可回收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四能源 通过使用化学回收能源企业将塑料转化回石油 并用其生产新的塑料或燃料 公用事业公司还利用再生塑料来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和锋利涡轮机 当锋利涡轮机叶片油包含回收塑料的复合材料制成时 这减少了对原生塑料的需求 以及与制造过程相关的环境影响 石油公司还利用热解将塑料废物转化为液体燃料 这在能源行业为工业流程和车辆 提供动力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专注于低热能的公司在热泵 系统的建造中使用再生塑料 新乌托邦促进废物转化能源 总部位于英国的初创公司Hydrogen Utopia通过 多级热处理将不可回收的 废塑料转化为氢气和合成器产品 该技术在密封无氧的环境中运行 无需对塑料原料进行分类或清洁 启动过程加热塑料使其转变为气象 然后转变为含有氢气甲烷和碳氧化物的合成器 然后经乌托邦提取氢气并将其纯化 它还使用合成器作为在此过程 中产生热量或电力的基础化学品 此外该初创公司使用绿色电力 为该技术提供动力并消除碳排放 清乌托邦为消费者和公用事业公司提供了替代能源 同时还解决了塑料废物对环境的威胁武 时尚服装品牌正在利用塑料回收 将塑料废物转化为高性能面料 一些企业使用透明的锯对本二甲酸以二纯纸 PAT平来制造锯纸纱线 而另一些企业则使用染色和回收 的具已携带来编织舒适的纺织品 时尚界使用再生锯纸可以减少塑料浪费和污染 并减少对新塑料的需求 这种改新面料可用于内衣外套甚至高端时装 它们耐用易于护理 并且比原生锯纸对环境的影响更低 此外服装品牌利用回收塑料来制造珠宝 包带和眼镜矿等配饰 随着消费者对环境问题意识的增强 在时尚产品中使用再生塑料 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卖点 采用再生塑料使时装公司能够与 消费者价值观保持一致并获得竞争优势 Oceaness提供再生海洋塑料服装 Oceaness是一家挪威服装初创公司 利用回收塑料瓶和海洋塑料生产环保服装 其专有技术将塑料废物转化为柔软耐用的织物 由于其输水性成分 衣服通过毛细管作用将水分从皮肤上带走 因此织物将水分包括汗水从皮肤上吸走 从而更容易蒸发 Oceaness的塑料回收技术使时尚品牌能够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提供高品质的服装 Hit Saat